很多人对太监的印象都不是很好 历史上有名的太监大多都是祸乱朝纲 全是滔天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特别是提到东厂太监 大家更是弹指色变 而有这样一位太监 他甚至东厂高位却生育极好 死后百官复官下葬 至今仍有人祭拜 早在先秦时期 为了保证后宫里有能够做体力活的同时 保证皇室血脉的纯正 宦官一直便已出现 早先的宦官并不叫太监 太监本为官名 随着时间推移到了唐朝 以宦官充任太监 太监自此与宦官相联系 指的是宦官官职中等级最高的官职 明朝时期数量达到顶峰 从永乐时宦官建受重用 皇帝亲信的太监 经常被派去出巡出洋 担任监军 永乐十八年设东厂 由宦官职长 从事特殊活动 宣宗时又改变了宦官不能读书的传统 在宫中设立了内书房 令学官教导宦官们读书写字 成化十三年 又在东厂之外增设了一个西厂 由太监担任总督察 宦官任职机构膨胀 宦官人数急增 至名末多达数万之中 明朝的宦官势力不可谓不大 从朱祁镇时期的王阵 到明末的魏忠贤 似乎明朝的太监 就是霍国的代名词 很多影视剧中也将其改编 使得我们在看的时候咬牙切齿 那么明朝真的没有好太监了吗 也不尽然 著名的三宝太监郑和就是一个 当然 他的丰功伪迹 我们很难把他和宦官这个词联系起来 除了郑和还有一个宦官 死后被百官复官 从百姓到官宦都称他为佛 可见他的德性 这个一代贤宦叫陈举 陈举的父亲陈虎 在服役过程中 有一次因为供应出了问题 被宦官折磨 心中愤懑不已 他看着家中的三子陈举 陈虎狠下心来 既然自己无法逃离被人虐待 和地位卑微的命运 他绝不能让自己的儿子 过上与他相同的生活 那时 宦官们威势凌人 权力无边 因此 陈虎决定让他的儿子陈举 进入宫中成为奴仆 或许将来能有所作为 为自己报仇血恨 就这样 年仅九岁的陈举 被送入宫中 当时正值 加进二十六年的寒冬 陈举入宫后 归入太监高中手下 高中的一举一动 也成了他学习的榜样 对他的影响深远 那高中是谁呢 加进二十九年 蒙古暗达汉 带领大兵南下破关而入 一路杀到了大明京师北京城下 在战火纷飞之中 有一位太监 身着厚重的铠甲 忙于保卫京城 他就是负责 京师师二团营的太监高中 高中并不知道 此时有一个十二岁的少年 宦官默默注视着他 对他操劳国家和军事事务的忠诚 心怀敬佩 这个少年立志成为为大明朝做出贡献的人 他就是陈举 陈举最初在宫中的日子并不轻松 经常受人欺负 被迫做肮脏而辛苦的工作 然而 陈举始终默默承担 从不抱怨 有人看不下去了 为他抱不平 劝他去向高中汇报自己受欺负的事 陈举却大方地笑道 没必要 我还年轻吗 多做一些工作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可以当作积累工作经验 后来 高中听闻此事后 开始留意陈举 并发现他的品德和才能出众 于是他着手培养陈举 将自己政治和军事的心得 轻囊享受 在高中的培养下 陈举的才干逐渐展现出来 万里十年 神宗皇帝在拜业皇陵的过程中得知 陈举在办事上非常得力 下旨将他提升为斯里坚的颠簸 随后 他接连晋升为右坚成 左坚成 太监 并兼任斯里坚太监和掌管黄石成的职务 到了万里二十六年 陈举以斯里坚秉帝太监的身份 成为东厂的提督 此时 他已成为仅次于斯里坚长 印太监田义之下的第二号人物 七年后 陈举既掌管东厂 又掌管斯里坚印章 即纠正和监察大权于一身 根据宦官史学家刘若瑜的记载 尽管陈举位高权重 但他与那些奸血之辈截然不同 他为人正直 有胸怀 能够考虑整体大局 不滥用权力 神宗统治了明朝四十八年 前面十年都很努力 但后面三十多年 沉迷修道 甚至有失到了什么都不管的程度 按理说 皇帝不管事 斯里坚基本上一手遮天 应该出现宦官专权才是 但万历年间 既没有专横朝政的大太监 也没有东厂 西厂的恐怖统治 陈举当初接手东厂就表示 抓捕到的人一定审查清楚 但不许刑讯逼供 虚打成招 冤枉好人 哪怕对那些犯了重罪的 也常想着上天有好生之德 能善待则善待 在陈举掌管东厂的时期 东厂特务的活动明显减少了许多 东厂大域使用的频率也大幅下降 以至于一些地方长满了青草 这段时间实际上成为 整个明朝最为平和宁静的时期 陈举还特别注重 对于手下的管理 凡是有意图搞专权的人 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而那些心怀公正 以国家大事为重的人才 得到提拔的机会 因此 太监这个群体的风气 也得到了极大的整顿 以至于当时宦官们的风气 甚至比官场还要好 在明朝备受瞩目的妖书案中 沈一贯等人计划利用此案 来诬陷于他们有嫌隙的沈礼和郭正宇 他们找到了陈举 然而却遭到了陈举的坚决拒绝 陈举表示 我办事有一个原则 有罪的绝不会侵扰 无罪的绝不会冤枉 最后 他硬是把这场滔天大案给平息 如果再认的不是陈举 而是汪直 刘瑾之类的 不知道要冤死多少无辜之人 有次陈举受命押送罪犯前往枫阳 一路上经过各地周县 陈举不扰民不收礼 只是每日安静读书 即使对驿站的驿族也都客客气气 这些驿族见惯了外出奉使的拔虎宦官 这样难得的好公公 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 大家都受宠若惊 纷纷称赞陈举师父 万历三十五年 陈举在内执房端坐驱逝 生前他已在香山慈干安旁 欲先补的藏地一块 建了一个石塔在种上 称太极镇山塔 在木道前树了一个石坊 死后用立官像僧人一样安葬 长期罢工的神宗 居然罕见的陋离瓷面 赐玉及酒坛 慈额替为清中 并颁布了保护慈和墓的赤令 上面开载着房屋地母的树木 文五百官都亲临调研 穿着素白色衣服送葬的人 多致堵塞道路 大学士朱庚 李廷基 叶向高亲自在官前几点 纪文中有三辰五光 长夜不但等据 充分表达了他们对陈举的敬母之情 陈举的一项 共在德圣门里亲自会馆祠堂内 工人瞻仰 时至今日仍有人前往扫墓几百 京城内外的百姓听说了此事 都爱上地说 陈公是善人 今日真的成佛了 在当时人心中 陈举不仅是太监中的楷模 更是公正无私的最佳代言人 身虽残缺 至比高山 得名千古 佛照世间